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,欢迎来到游戏怪奇物语,我是菊花花,2017年1月13日,一款由台湾独立工作室赤竹开发的二地恐怖冒险游戏,返校Detention,正式在Steam上发行。 游戏包含序章在内的一共五个章节,主要围绕着翠华中学进行冒险探索。 而翠华中学的原型正是位于台湾基隆市暖暖区的国立基隆高级中学,简称基隆中学。 因为优美的环境,它被称为翠刚。 翠刚的前身是日治时期五年学制的台北州立基隆中学。 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,基隆中学曾发生了轰动全省的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,又称之为基隆中学事件。 它被后人视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开端。 自此以后,台湾陷入执笔自威的文字恐慌阶段。 而返校这款游戏正是以此为故事大背景。 假设女主方芮欣在翠华中学不断轮回寻找解脱的故事。 今天,我们将从游戏出发,说说返校里那些耐人寻味的东西。 女主方芮欣原本是分业县金鸾乡翠华中学高三的学生。 她成绩优异,文采出众,但由于双亲婚姻不合,导致性格大变,学业一落千丈, 被学校辅导师列为重点关怀学生。 有张明辉老师对其进行辅导工作。 在辅导期间,方芮欣与张老师两人相互爱慕,发生了失声恋。 得到爱情的女主重新找回自信,精神状况一度好转。 然而,由于张老师与殷老师都是地下读书会的组织人, 张老师害怕地下读书会的事情曝光后会连累女主, 断然跟方芮欣提出分手,但并未获得女主谅解。 甚至,方芮欣认为张老师是因为跟殷老师的感情才抛弃了自己, 于是,她决定报复破坏了自己感情的殷老师。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, 女主接近了同事地下读书会成员的学弟,魏仲廷, 拿到了能使殷老师锒铛入狱的禁书书单, 并向教官举报了读书会。 在读书会曝光后,张老师、殷老师、魏仲廷以及大批学生遭到了通缉, 最终殷老师逃往海外,张老师因此死去, 魏仲廷被判刑15年, 而方芮欣也因检举有功而受到了政府的褒奖, 但心生愧疚的她,最终在学校顶楼跳楼自杀, 亡魂排坏在学校久久不得超生, 我们会在礼堂外面的榕树下发泄一座无名孤坟, 石碑上的字都被刨掉, 那正是女主方芮欣死后能被众人讨伐的坟墓, 从这些游戏剧情就可以看出, 女主早已撒手人间, 只是她忘记了自己死去的事实, 更不能接受死前所造成的罪孽, 于是不停地在学校里徘徊, 而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事件, 这是女主方芮欣死后的精神事件, 当游戏进行到最后, 方芮欣会有四次接受自己灵魂拷问的机会, 这里将会将游戏导向两个结局, 玩家们把它分为好结局与坏结局, 所谓的好结局, 就是方芮欣如果能遵从内心找回失去的自我, 就能看开这段往事并且释怀, 然后跳出重复自杀的死亡空间, 最终与解禁返校的中年魏仲廷一起在教室里面对面, 只要这四个问题有一个没有遵循她内心的想法, 选错了, 我们将会进入坏结局, 在坏结局中, 方芮欣因为举报有功, 会在全校失身的主墓中登上领奖台, 然后领到一根绳子, 最终上吊自杀, 然后不断重复死亡, 而在好结局中, 当中年的魏仲廷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, 有一个老婆婆说了这样一段话, 上不走天堂, 下不走地狱, 行单指引, 游荡徘徊, 这说的正是方芮欣, 不管是好结局还是坏结局, 方芮欣都没能逃出翠华中学, 只能变成孤魂野鬼在学校里游荡, 返校这个名字, 如果单从中文字面上的理解, 就是在说被释放后的魏仲廷再次回到学校, 然而返校的英文名字叫detention, 翻译过来却是拘留, 扣押, 阻留, 以及放学后留校的意思, 它表达的正是方芮欣徘徊在校的一种状态, 而我们可以从魏仲廷与女主初次在礼堂中见面可以知道, 女主从一开始接近魏仲廷就是有目的的, 这个目的在女主的主观世界里被异象为白鹿项链, 白鹿项链是张老师送给她的, 象征的正是她的爱情, 白鹿项链不见了, 她希望能通过魏仲廷找回自己失去的爱情, 而在发现白鹿项链的位置里有一只死老鼠, 老鼠的英文翻译也有窥探的意思, 象征的正是告密者, 这些都是女主现实情感的一种投射, 在现实中, 女主确实在魏仲廷身上拿到了能铲除情敌英老师的书单, 游戏巧妙地用手枪来表现这张书单, 除了暗示在当时的社会, 文字也是一种杀人的武器以外, 其实也在说明, 方瑞欣的内心渴望借用这张书单消灭敌人的决心, 她很自然地将拆散自己与张老师爱情的英老师作为假想敌, 并希望英老师能消失, 而她的这个举动, 其实是原生家庭的一种行为沿袭, 我们从父亲的办公室捡到一张纸条, 是地方法院发出的搜索票, 她的父亲已违反公务人员贪污罪被带走了, 而在此之前, 她的母亲曾派人调查过父亲出轨的事情, 女主也曾从父亲身上发现了脂粉味, 这些证据都在告诉我们, 方瑞欣的父亲锒铛入狱, 极有可能是她母亲告密的, 母亲发现父亲出轨, 为了惩戒父亲挽回爱情, 她用莫须有的证据诬陷了她的父亲, 并在事后告诉方瑞欣, 只是手脚不干净而已, 死不了的, 也正是有了母亲的这种观念, 方瑞欣也以为舒丹是件小事, 死不了, 直到舒丹所掀起的血案, 远远超出了她的预设, 她才觉知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, 最终在自责中一跃而下, 而原生家庭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, 甚至从女主求神拜佛这点也有体现, 女主不认为求神拜佛有用, 她看不起母亲的这种行为, 但她却依循着她所不屑的行为, 进行吵拜, 制剿, 甚至每次存档, 她都需要在神明前说一句, 祈求神明保佑, 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? 除此以外, 在游戏前段有个铁门锁, 我们需要根据头字得到的6, 2,3, 三个数字, 然后解出坎, 对, 离三个卦象, 坎对离是八卦中的其中三卦, 坎代表着水, 中南, 危险, 对代表着泽, 少女, 喜悦, 离代表着火, 中女, 聪明, 用在游戏, 恰好代表着张老师, 坎, 方瑞欣, 对, 以及殷老师, 离, 而在卦象中, 坎对寓意着水则结, 水则相迭, 多必溢出则外, 代表着凡事适可而止, 但不可过分节制, 正好对应着游戏中张老师与方瑞欣的感情, 师生恋不可继续, 但也不该就此疏远对方, 而对离寓意着择火格, 格有变格的意思, 离为火, 对为择, 择内有水, 水火相克, 代表着少女与中女无法相处, 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, 这也暗示着方瑞欣对殷老师的恨意, 而女主在城隍爷面前, 置脚, 问家庭, 问前途, 问感情, 再问自己, 分别得出两个孝碑, 一个鹰碑和一个圣碑, 孝碑意味着不确定, 鹰碑意味着不可, 圣碑意味着肯定, 不管是砍对离三个卦象, 还是这四次置脚, 都说明了女主深知这一切悲剧的源头, 其实是她自己, 在游戏中一共出现三种鬼怪, 第一种是王良, 她们都是女性, 主要分布在游戏前期校园里的各个位置, 如果将王良放大开看, 我们发现这些王良其实都是方瑞欣, 是她罪孽与自责的化身, 第二种是鬼差, 她们拿着灯笼, 身体高挑, 主要的工作是跟黑白无常一样, 收集将死之人的魂魄, 第三种是一只身材高大的多手怪物, 它是整个游戏中唯一一只会主动对女主进行攻击的怪, 它在游戏中仅出现过两次, 而每一次出现, 女主都显得十分害怕, 第一次, 她出现在学校辅导室门口, 第二次, 出现在女主听完表扬的电话, 这只怪对女主似乎有着非一般的执念, 我们根据女主生前的经历可以知道, 辅导室以及这通表扬的电话, 是女主心中最难以释怀的两件事, 辅导室是她逃避父母感情破碎的地方, 是她与张老师亲近, 相爱, 并最终被抛弃的伤心地, 而这通表扬的电话, 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, 她举报了读书会, 结果导致了大家的牺牲, 加上怪身后那颗类似于心脏的东西, 恰恰印证着, 这只怪就是女主的心魔。 而在收音机中出现的三首歌, 分别穿插在她恋爱的三个时间线里, 第一个频道出来的是望春风, 望春风描述的是少女思春, 代表了希望, 她穿插在方瑞欣与老师约会, 见面雀跃心情的时空里, 第二个频道出来的是四季红, 四季红描写的是男女弹琴说爱, 代表了喜悦, 在方瑞欣去跟老师约会的路上, 看到几条游荡在空中的鲸鱼, 在佛教中, 鲸鱼象征自由和超越, 代表富裕和祥和, 第三个频道出来的是月夜愁, 月夜愁是一首表达失恋的情歌, 代表了哀愁, 方瑞欣被张老师疏远后, 彩色的世界变成了黑白, 就连金鱼也变得腐烂, 除了以上三首歌, 在广播里播放的还有一首雨夜花, 雨夜花描述的是女子悲叹凄凉的心境, 代表了破灭, 这四首歌因为描述男女情爱, 在当时被列为禁歌, 而他们也被称作四月望语, 恰好迎合了方瑞欣恋爱的心境, 代表着希望, 喜悦, 哀愁和破灭四种情调, 而游戏在描述方瑞欣与张老师情感时, 用了极端靓丽的色彩, 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女主雀跃快活的心情, 但我认为这种极端艳丽的色彩, 更多象征的是危险, 而这种危险的信号, 我们在她父亲出轨后的房间里也可以找到, 父亲出轨对她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, 这种影响直接造成了女主对感情的过分执着和扭曲认知, 但导致方瑞欣在校园中无止境轮回的原因, 难道真的是因为告密吗? 我们从佛教的观点来看, 她的毒是吃, 佛教中, 贪、称、吃被称为三毒, 贪是对于欲望的偏执, 称是对于喜怒的偏执, 吃是对于喜好的偏执, 是根本不明事理的做出贪或称的反应, 方瑞欣吃对人, 吃对事, 吃对自我, 因为吃, 她选择不明事理, 执着为爱犯下大错, 除此以外, 自杀本身也是一种大罪, 在佛教看来, 赐恩未报, 责任未了, 选择逃避责任擅自轻生的人, 灵魂最终会受到反复堕落的痛苦, 而这才是她不断轮回的真正原因, 但尽管方瑞欣坠入了痛苦的轮回中, 人无法平息人们对她的怨恨, 游戏中有一幕, 女主烧纸钱时, 火突然灭了, 然后挂在旁边的布袋人偶骚动不断, 这些布袋人偶象征的正是当时被迫害的无辜人员, 如果方瑞欣从人偶下不屏息走过, 就会被立刻捉走长命, 这代表的正是王者的不原谅, 这场用生命与青春换取的返校之旅, 终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流逝, 希望我们都更有勇气去面对真实的自我, 去抚平心中的贪、忏、痴。 而这款游戏想要告诫给广大青春学子的, 就是不要早恋, 不要做跟学习无关的事, 更不要看跟学习无关的书籍, 好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 为中国梦而努力学习。 最后, 在这个大年三十里, 多万元创视频组祝大家新年快乐, 今年大吉, 年后就要返校啦,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哦。 嘿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